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开始来跟各位讨论 刑法这个学科 那刑法在谈什么 简单告诉你一个定义 刑法就是在研究 讨论如何论罪 科刑的罚点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片 我们一般来讲 都会说 这个行为人对被害人的 抢劫行为 构成了刑法 三百二十八条的 强盗罪 那为什么我们认定 它是一个强盗罪 那就涉及到论罪 要判以何种刑法 就是科刑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刑法 如何论罪科刑的一步法点 那刑法说实在话也蛮难的 有很多观念 其实不容易 那为什么刑法要这么复杂 我们简单用一个对比性的例子 或者可以说是成语的故事 来跟各位做思索 约法三章 这个成语的由来 大家应该都知道 公元前二零七年 刘邦占领秦都咸阳后 废除了秦朝的科法言行 只保留了三章 杀人则是伤人及到底罪三条 那白话一点就是 杀人则处死刑 伤害及盗取财务者 给予罪行相应的刑法 就只有三条 杀人后卫相对于秦朝的科法言行 那就表示 其实秦朝对于统治下的老百姓 有很严密的规范 触犯这些严密的规范 就应该给予刑法的制裁 那相较刘邦的人后 约法三章 秦朝的科法言行 妥事不妥事 那我想我们就用第一条来做讨论好了 杀人则死 好 一命抵一命 看起来很公平 但是各位同学 杀人有很多很多很多状况 我们对比现代的刑法 刑法第一条 刑法271条 杀人者处死刑 无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杀人应该很单纯 大家 光看电影大概就知道 但是我想光看电影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种不同的情节 例如我们这样看 杀人有很多前景 有些是泯灭人性 有些是前景堪怜 有很多状况 有一些是处心几率 有一些是浑浑噩噩 有很多类型 有些是法律许可 有些是私情报复 有许多不同的形态 有一些是故意为之 有些是过失所致 有不同的结构 有杀罪目标 有的是搞错对象 有不同的形态 有的是违反意愿 有的是应其所请 甚至有不同的手法 有的是直接动手 有的是丢着不管 这么多淋淋散散 各式各样的情况 都用一命抵一命 合理吗 如果今天是泯灭人性的 例如你可以看到 游乐场人魔 他想要吃免费的牢饭 所以他想要坐牢 那坐牢 你干脆去抢一下超伤 然后就等警察来就好 你居然做了这么泯灭人性的小孩 想吃免费牢饭 杀小孩 太残酷了 再看这个例子 想最短的时间灭满门 他除夕夜 烧死六个亲友 一审二审都判他死刑 再看到 花季少女就这样子 铲死在这几个 没有良心男人的手上 你看 五男性亲一名女子 竹东少女遭火烧 新竹县一名秋姓女国中生 2015年女国中生 多小啊 跟女子黄晓云发生口角 但是这个黄晓云的男朋友 一副坏分子的样子 寻仇 居然伙同五名男子 对该国中女生性侵 痛殴致死 然后随意丢弃 还放火烧尸体 可叫化吗 再看国外一个例子 正值花样年华的 21岁南非女大生 看起来很清秀 2017年5月 遭歹徒劫车 集体性侵后 残忍杀害 就是这四个啦 好 四个对他 轮奸 然后灭孔 你觉得这些人 有活的价值吗 好 真的让他 因为可叫化 再放出来 你觉得有多少 无辜的少女 还会铲死 2月17号 巴基斯坦 连环奸杀女童案 引起公愤 被判死刑 好 少毒女英雄 重负 为什么重负 因为 歹徒绑了她的女儿 说 一命换一命 你要救你女儿 单身赴约 结果 就 蝉死了 对于这些毒销 你觉得 他们不但 卖毒品 残害很多人的健康 而且还残忍的 杀害了这些 治安人员 你觉得他们有存活的价值吗 这两个天性良善的情侣 这两对情侣 想要证明人性本善 他觉得 世间 新闻报导里面 说IS 伊斯兰国 这些很残酷手段的恐怖分子 都是假新闻 结果两天后 伊斯兰国 发现 凄惨 的尸体 你可以看到了 这两个人 基本上根本不担心 IS的恐怖攻击 还在网络下写下 从新闻上看 你会觉得 这个世界很可怕 那些文章说 人类不值得信任 糟糕 邪恶 但我不相信 邪恶是我们发明出来的概念 是虚构的 邪恶这个词被用在 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价值观上 总体来说 人类是善良的 人有时自私 有时短视 但人依然是慷慨美好 善良的 接下来就跟几位游客一起进入危险地带旅游 结果 IS辜负了他们的期待 他们被残忍的杀害了 这个也是很夸张 因为他自己觉得人生很不顺遂 所以他相信漫画化的杀人可以夺取他人的气运 可以让自己转运 所以他残忍地杀害了数个人 杀人转运 人魔判死定验 新闻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有一些人真的人性泯灭 一命敌一命刚好而已 所以杀人有一些真的是值得让他判处死刑 那我们现在同样的杀害的对象 刚刚几个都是直系血亲尊亲属以外 那这一个案例是使你看 例子